第四集 害羞的萌萌 班上来了新同学,她叫萌萌 胡老师请萌萌做自我介绍 她红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大家主动和萌萌打招呼 可她却躲得远远的 兔小白邀请萌萌一起唱歌 萌萌用力地摇头,转身跑掉了 大家都觉得很纳闷 哎,萌萌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呀 不是的,萌萌会这样 是因为她身上有很多害羞小精灵 那她一定需要我们的帮助 猫小美和洛洛找到了萌萌 她正在偷偷地哭呢 我真没用 萌萌,我是猫小美 我是洛洛 你们好 萌萌,你为什么总躲着我们呀 我,我不知道 萌萌,其实你想认识大家 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对不对 嗯,我太笨了 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一点也不笨 是害羞小精灵让你变得害羞了 他们,让我害羞 嗯,害羞小精灵出现的时候 你会变得害羞 脸红,大脑一片空白 没办法放松地和别人相处 那怎么办 我不想一直这样 别担心 他们不会永远跟着你 是可以改变的 怎么改变呢 首先,你要知道 害羞很正常 大家都有害羞的时候 对呀,我以前也很害羞呢 同学们跟我说话 我的脸就红得像苹果一样 你也会害羞呀 对呀,不过后来 我跟大家熟悉了 就不会再害羞了 嗯,克服害羞的情绪 需要有个过程 你看,现在我们熟悉了一点 你的害羞小精灵就傻了一些呢 真的耶 我们还可以先练习一下想要说的话 这样,开口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害羞了 嗯,你可以对我说说看呀 你,你好 我,我是萌萌 我想和你们一起玩 萌萌真棒,你说出来了 萌萌 萌萌的害羞小精灵渐渐消失了 虽然有时还是会害羞 但朋友们都很喜欢它 后来萌萌还和兔小白一起 为大家唱了特别特别好听的歌呢 第三集 你正在为小猴担心呢 小猴 能不能告诉妈妈你怎么了呀 也许我们能帮上你的忙呢 我 我很害怕 害怕? 嗯 你为什么害怕呢? 一开始 我很害怕黑夜 好像到处都有怪兽 衣柜里有怪兽 床底下有怪兽 窗户外面也有怪兽 我还做了个梦 梦见牛老师变成了大怪兽 后来 白天我也会害怕 它很大的声音 它被车撞到 它自己会死掉 可我不敢告诉别人 我怕大家说我胆小 没有 小猴 别担心 这是害怕小精灵造成的 害怕小精灵? 这些黑色的小家伙吗? 嗯 它们掌管害怕的情绪 能让你感到害怕 还会全身发冷 很僵硬 那 露露 你有什么办法吗? 办法有很多 比如 妈妈在身边 是不是让你感觉好一些呢? 嗯 妈妈的怀里暖暖的 其实呀 害怕也很正常 就算是妈妈这样的大人 有时候也会害怕呢 陪伴和理解 能减轻我们的害怕 至于房间里的怪兽 嗯 你可以让大人陪着 在房间里四处看看 仔细观察 那些让你害怕的地方 把害怕的原因说出来 小猴 牛老师在你的噩梦里出现 可能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凶 其实他对同学们很好的 上次他还教猫小美 做小红花呢 呵呵 呵呵 有些事情在你了解之后 也会变得没那么可怕了 咦 小猴 你的害怕小精灵 只剩一个了 真的耶 我们快把他赶走 哼 别着急 有时候 害怕小精灵 也能保护你 让你离危险远一点的吧 哇 原来害怕小精灵 还有这样的作用 好吧 那就不赶你走了 不过 你不要让我太害怕 呵呵 呵呵 第六集 担心的小狼 小狼要参加跑步比赛了 大家都很期待他的表现 小狼 加油 小狼 你一定能得第一名 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 小狼发现自己很担心 他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 也不想练习跑步 孩子 你怎么了 爸爸看出他有些不对劲 我不想参加比赛 我还以为 你很期待这次比赛呢 爸爸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小狼哭个不停 他灵机一动 带着小狼来找洛洛帮忙 洛洛 小狼是怎么了呀 小狼身上有很多担心小精灵呢 啊 担心小精灵 孩子 你在担心什么事情吗 我 无论你有什么担心 都可以告诉爸爸 我 我担心比赛得不到第一名 你会对我很失望 就不爱我了 担心失去爸爸的爱 这确实是很强烈的担心呢 你知道吗 只要你身体健康 爸爸就很高兴 不管比赛结果是什么 我都爱你 我 我感觉好一点了 可 我还担心 要是我在跑步的时候 突然摔倒怎么办 太丢脸了 大家会嘲笑我 不会的 如果有人嘲笑你 我们一定会告诉他 那样不对 小狼的担心好多了 可他身边还有几个担心小精灵 洛洛为他辨出一个担心盒 每个人都有担心的情绪 你可以把担心的事情写下来 放到这个担心盒里 每天晚上 狼爸爸都会打开担心盒 和小狼一起讨论他的担心 小狼的担心小精灵越来越少 就算他们再次出现 小狼也知道该怎么办了 比赛的日子来临了 小狼高高兴兴地跑起来 他一点也不担心了 小狼加油 加油 点击订阅我们吧